另外来关注是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 现在教育部驳回林志坚的夙愿之后 让比名翁达瑞的旅美教授陈时芬 他痛批只准教授票窃 不准学生抄袭 这样的话让台大教授左振东很有感触 他说中华民国法律有哪一条是准许教授票窃的呢 而现在政治对立会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有些人像是蔡英文 把一些规则给抹杀了 我们中华民国哪一个政府部门 哪一个法律准许教授剽窃 是 我们有多少教授受到这样子的这个指控 而经过非常冗长的学伦的调查程序 那我也不要说在马政府时代 有的教授涉及抄袭 有的部长涉及抄袭就下台了 不止一位部长 当然了大家可能读出了言外之意 就是说他也承认这个林志坚有抄袭 在去年的时候在林志坚在打 在提出塑苑的时候 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塑苑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 就应该知道是很低的 当然一个是他相信蔡总统一定是全力挺他 因为蔡总统可能本身对论文 也有说不出口的一些心理的障碍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同仇敌忾 所以一定会挺他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他只是做做动作 反正到时候选举过了 大家也就忘记了 我认为我们今天台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这个政治对立会这么严重 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把那些规则给抹杀了 大家已经共同接受的一个规则 比如像蔡总统的论文 你这个深等的这个档案 有什么不能公布的 然后你居然要去挺他说 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能公布什么的 就是他是真的 他是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很多人的质疑并不是你蔡总统的论文到底是真是假的 很多人就是那个点他觉得没办法接受 就是你为什么不公开这个档案 你教育部为什么不能公开这个档案 现在同样的道理 你已经抄袭的情况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么明显这么明确的事情 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公开的说 因为我觉得蔡总统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就是他去年公开的讲说大家要大声的说出来要挺他 我认为他欠台湾整个学术界一个道歉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发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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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